Lio聊世紀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西式野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布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8點鐘方向出身的紅色玩家 MBL選擇的文明是蒙古人 蒙古人他的特色是打力速度非常快 馬攻的射擊速度也是一面最快的文明 但是他的馬是比較弱一點的 沒有三級馬卡 但是他的大漏馬跟草原騎兵又有血量加成 所以實質上在後期的蒙古人 他出大漏馬或草原騎兵都是一個很強的助力 那稱暴時代時遇到對方爆馬的情況下 也有重裝駱駝也可以做使用 後期有大通車、重型奴炮 還有重頭、工程器製造所的工程工程師 全部都有 而且後期還有岩鑿機 可以讓後期的工程器移動速度非常快 整體來說 蒙古人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文明 前期打力非常快速 肉馬可以噴得更快一點 三級可以打這個16P極限肉馬的流程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右上角 大約出身點位兩點鐘方向的綠色 西西里人 西西里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開局時 石頭會多加100 那這個效果讓他在城堡時代時 如果直接開4提示的時候 是非常迅速的一個文明 那後期每點一個農田技術時 農田的肉量也會加倍蠻多的 所以西西里人的中後期的 神木的能力是非常強大的 但是前中期的經濟並不是太好 所以可能前期跟中期的節奏 需要用自己的城樓帶到更多的節奏 那科技方面他的強弩只有三級色 沒有拇指環 那步兵方面是比較全面的 三攻三防都有 齊兵部分也是 都是全滿狀態 但是他後期沒有大落馬 這一點需要特別注意一點 OK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會怎麼打這張阿拉伯地圖 那現階段的阿拉伯 算是比較一個難打的地圖 因為這個開放式地圖的關係 所以前期阿 我們會需要小微去做應對 那像明切斯特這邊的小圖 看起來這邊是要圍石 後方這裡也稍微圍一下 這邊再稍微圍過來 可能晶會遺留在外 那這裡就很適合下一個城樓 那單位城樓如果可以直接守住兩個支援點是最好 那這張地圖我是覺得比較差一點 但好收集室喔 後面好一塊黃金 所以如果前期被控制的話 後期還有一塊金可以去慢慢挖 所以我覺得問題算是不太大 算是小問題 那前期的維加問題會比較大一點 還有這個果子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這邊蒙古人地圖 黃金在後方 果子在前面 要維加的部分跟對手一樣 也是都是很難為 但是這邊小圍的話也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這邊可以稍微圍一下 圍一下 圍過來 然後這邊圍 然後這邊再圍到後面 那前面果子可能也會遺留在外面 所以在前面的話或是要圍過來一點 直接圍到這裡位置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黃金的部分呢 一樣有個在後面 那一個在前面 地圖都是非常相似的 好 那沒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會選擇一個小圍的流程 那接下來看到Minchester這邊是決定要小圍 那時代18P 墊下了封建時代 那目前MBL是有偷織布的 血量只有25D線 這邊Minchester是沒有偷 有40D血量 這樣偷織布打法現在漸漸成為主流 有在看我們頻道的觀眾就會發現 一年前的頂尖高雄 偷織布是沒那麼常偷的 現在是每一把 每一把都會有一個人會偷 這種感覺 偷的機率也是相當高的 好 蒙古這邊開始按肉麻 18P 偷織布 先過去看一下對手 抄了兩下 肉麻過來 現在肉麻血量劣勢 想要高打低 稍微換一下 三槍兵過來 那邊打一打 自己的肉麻血量也殘掉了 但是槍兵已經出來 結果城樓直接補在了 果子區 這邊想要補馬鳩 結果槍兵戳到了一匹馬 這兩隻村民應該順利的 可以拿下 這個馬鳩的劍道權 槍兵過來 剩下一滴血 這樣也可以被你流走 這邊是相當舒服 那現在 在這個版本裡 四猴騎兵 在城堡時代 也會有血量加成 以前的話 是要到新騎兵 才有血量加成 但現在加成 城堡時代 只加20%血量 所以也算是 平和 算是小小nerf 小小buff 也算是小小nerf 那我是覺得 nerf的成分 可能更高一點 因為畢竟如果是打 超人騎兵主線的話 那個 nerf的感覺 就差到4%血量 是差蠻多的 好 MBL家裡是 圍得很好 這邊四隻赤猴 到了門口 開始敲 木門 這裡要按個槍兵嗎 MBL好像妙禮的意思 老馬也在繞 看一下對手家裡在搞什麼鬼 好 這裡補了一個兵工場 司司儀人 也準備要來提升 時代了 但是MBL這邊早就已經圍好 好 家裡都圍得死死的 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這裡趕快敲 好 撕到城堡撕彈 好 補一個房子 現在的司司儀人 是決定點下一集挖金 MBL也點下了一集挖金 兩邊都是走一個正常的開局路線 好 司司儀人點下了品種 兩邊看起來都是想要打馬 那司司儀人的單位 還有特色 陸地單位都有這個 傷害減免的效果 所以他的騎士呢 並不是那麼害怕駱鎖的 甚至數量多 還是很輕易的也可以打贏駱鎖 好 MBL這邊是點下了二級伐木 補下了一個修道月 好 草原起兵出來 走一個草棋路線 好 但是如果點了二級伐木的話 草原起兵的數量 前途會稍微少一點點 好 這邊繼續讀 看起來讀不到任何東西 兩邊前期打的是非常濃啊 好 右邊也不偷偷出來蓋個城鎮中心 現在雙TC開農 那順帶一提喔 西施以仁也是四季地國裡面喔 唉唷 這裡一村有點危險 四季地國裡面喔 唯一一個可以蓋箭塔 身上城堡的時代 可以不挖石頭 就補下城鎮中心的文明 這個細節喔 算是比較 不會被太多人提起的事情 那我認為這件事情是 如果你喜歡玩西施以仁的話 可以去注意的事情 你可以擦城樓 前期先擦防守 然後上城趕快挖石頭 再去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算是一個很好的開農流程 OK 那這邊看起來是 草原騎兵數量果然不夠多 也沒有辦法給到對方 足夠多的壓力 這邊MBL的主線任務 是要來撿生物 而不是進攻騷擾敵人 好 刺猴騎兵一直放在對方家裡 一直在巡邏 看一下對方的狀況如何 好 這裡想要來撿生物 騎兵羽人好像看到了喔 可以招搶到嗎 沒有辦法 高打的一刀帶著 好 這邊被迫收村 好 趕快要抓一下 這裡村民死了一隻 草原騎兵過來 恐掉了一隻騎士 好 好 生女可以趕快出來 好 但是西西人這裡生物還沒有開始撿 非常害怕出門啊 這三隻生女放在家裡啊 瑟瑟發躲 OK MBL這裡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但是西西人的村民死早就已經濃起來了 八十一村打六十一村 兩邊都是打一個超級濃的狀態 那西西人呢 在城堡時代中期點下二農之後 經濟優勢會特別明顯喔 看看這個農田啊 肉非常多啊 現好新田有六百二十五肉啊 這也算是農田的肉 可以吃醉酒的文明喔 好 西西人這裡補下了城堡 想要把自己的主精給守護好 那這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那大家會升到帝王時代 應該還是要走一個 鎖指甲路線 會比較適合 現在西西人的打法 接近蒙古人的機動性喔 是比較麻煩的 像那個蒙古土記啊 或者是草原騎兵 大洛馬 機動速度都特別快喔 如果西西人這邊走槍兵路線 或者是走薩金特衛兵路線 都很容易被蒙古龍給射穿喔 所以西西人在中後期的打法 比較單一喔 不會有太多花俏打法 就是用單純的經濟 然後去淹死對手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下方這裡 稍微砍一下燒戰 稍微騎兵過去看一下 好 這邊是點下了重裝騎士的升級 異攻 還有這個增兵技術 二級挖金 好 該頂都點了 那目前MBL 這裡也是開始轉出馬侃 單兵工廠研發科技 要不要再補個兵工廠呢 這邊升級會有點慢了 如果要雙修路線 走蒙古圖基 又要走騎兵路線的話 單兵工廠要研發很久 好這也是學弟先爆馬 轉出了駱駝 單兵工廠 單兵工廠 目前西西里人是暫時領先狀況 所以不太敢 全區外面殺野 現在所有的草級騎兵都在家裡 好 MBL 這裡趕快出駱駝 重裝駱駝還有30秒時間才可以開始研發 那等到重裝駱駝出貫的時候 是已經 到遊戲時間33分鐘之後的事情了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是 MBL最脆弱的時候 西西里人應該趕快趁這個機會 趕快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但是這邊升旅招搶得非常漂亮 直接招搶到了一隻騎士 好中間想要蓋城堡 結果被MBL抓了個正著 草鷹騎兵趕快去追村民 重裝駱駝已經點下 兩邊一路從開局農到帝王時代 這在高蹲場是比較沒那麼常見的事情 通常高蹲場都是在封建時代就開始打架 就是黑暗時代就有棒棒的爭奪戰 那一路農到帝王時代的蒙古人應該會相當舒服 因為蒙古人的最脆弱的時間點 就是在城堡時代 到帝王時代初期 就是這個時候 這路時間點是蒙古人最弱的時候 所以獅獅以仁 要趕快把握機會喔 好獅獅以仁 這邊點下了鎖子甲科技 現在若所升級還有十秒鐘 但是MBL還沒有要轉出蒙圖 手推車也補下 現在MBL 現在想要先穩住自己家裡的問題 本寶都補在家裡 好獅獅以仁這裡點下了三弓 風古人二防點完 二防烏雲金是天花板 好這邊想要嘗試上高地 防擊 這邊駱駝高達低傷還是非常可觀 雖然獅獅以仁的重裝騎士有傷害減免 但這個傷害一多還是有點扛不太住 好現在獅獅以仁點下了草藥治療 待會這些殘血的騎兵 就可以駐進城堡補血 好三弓還有15秒左右 MBL這邊開始再轉蒙圖了 但是蒙圖成型還需要一段時間 射程傷害多還需要點 但草藥池銀這一波抓得還不錯 抓掉了幾隻村民 自己人家裡趕快收村 拉一些騎士過來處理一下 好最後 春雨差距還是被打得出來 蒙古170村 打上113村的吸吸引人 但是支援量就會明顯看到 現在吸吸引人還是領先 畢竟那個 省下來的木頭是省得非常多 目前看到吸吸引人是繼續補馬 敵士的數量 現在來到的39隻 三公三盤有鎖支架 全部都有 遠防高達8點 蒙圖敵要升到精銳 跟全滿三級射 才有12點傷害 所以現在怎麼射 重裝騎士都是一滴血 蒙圖在鎖支架騎士前 有點實在搞笑啦 完全射不動 好 但是前方的駱駝還是自己的屬立 駱駝這邊還是有高地優勢 明確實在這邊不應該跟高地駱駝開打 後面還有五隻僧侶在招翔 但是僧侶招翔好像出現的失誤 全部都記錄了CD時間 駱駝騎士只有拿到一隻 但是駱駝這邊大量打下 後方的四台巨型頭戲準備往前攻城了 好 這邊駱駝騎士繼續往前噴 駱駝有點扛不太住 好 第二波駱駝又來了 現在MBL努力想要穩住金礦 但後方有三隻騎士 開始要來偷偷抓村民 好 這邊又一波開打 騎士儀人現在非常的炸裂 正面的騎士 居然扛住了 駱駝又被擊退 駱駝在後面 努力射擊 但是真是在抓癢啊 出出還是得靠駱駝來擋住 好 三級射擊一下 有三級射的話 待會就可以射兩滴了 不然現在這個情況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傷太久 遠防吧 這個防護率跟老鷹的防護率是一樣的 但是騎士的到價比老鷹還要貴了一些 所以量產起來不是那麼的容易 好 駱駝想要繼續夾MBL 要趕快撤 現在這個地方不太好打 這裡全部都是人家的慘人地方 好 下方的金礦趕快奪回來 不要挖更多的黃金才能打得贏了 好 今天的蒙圖有打算要點嗎 現在12隻的數量 吸吸野人 點下了清奇兵 還是要轉肉麻了 因為黃金有點吃緊 還是要轉槍兵呢 現在轉槍兵對MBL來說 也是滿痛苦的一個選項 那這要就要看 吸吸野人這裡有沒有這個想法 那如果要打槍兵的話 聰明可能要再補一些 會比較好 但是現在兩邊有點在專注打架的關係 聰明並沒有什麼案 怨不想要把太多人口給聰明用 讓自己沒有辦法 產出更多的正面部隊了 好 二級射補下 謝謝人提升了一下射程 好 這裡補一張城堡 想要屬住黃金 MBL這裡非常關鍵 城堡能蓋起來 待會挖進挖死就勝利了 好 這裡有點倒台堡 99.49 城堡最後沒有蓋起來 MBL趕快拉串的去把這種堡蓋起才行 但這邊有一波小打鬥 好 但城堡還是挺自當中 知道MBL有沒有看到下方這裡 在這邊有個多線 哇 這個倒城堡真的不蓋好 人家MBL努力想要打多線的關係 沒有辦法有時間去管這根城堡 好 現在多線有一點進展 肉馬已經溜了進來 又抓到了一些村民 而且這個肉馬是有三弓的 和村民只要四刀一隻村民 但是西西里人的村民術 並沒有下降太明顯 雖然這些村民術有夠多 好 MBL 終於憋出了蒙古圖記的精銳升級版本 一會打重裝騎士傷害就會非常好 那就是12點傷害 打8點 射一下 這個還有6滴血的血量 6-8 應該是 12-8 4滴血不是6滴 賺錢怪怪的 OK 這也是還有4滴血 比剛剛的一滴血 狀況好穩多了 水量力多起來 應該是能打 還是MBL 如果要把所有的黃金 投資在蒙古圖記身上 駱駝的數量就會少 正面扛線就會不太容易 這邊是利用的肉馬 去做多線騷擾 家裡的駱駝 正在城堡裏面補血 血量應該是補滿了 就要蒙古圖記去試探一下對手的兵力 就是蟻人 這邊的兵力只剩下30隻的縱裝騎士 黃金雖然還有一些 但是沒有把他全部花完 所以現在黃金其實也是很吃緊 好 左邊的金也挖完了 Minterest這邊 努力擠出了最後一波騎士 11個馬就 而騎士 產出來應該就是最後一波了 跟阿拉伯的黃金 並不是那麼多的 現在地圖支援上 只剩下3000支援 所以這波肯定是要打 好 但是駱駝也出發 駱駝也已經找到了一個機會 發現對方的縱裝騎士 數量並不是那麼多 MBL這邊趕快跟巨型偷襲 一起架起來給壓力 好 但這邊的 挖金晃的村民全被抓光 MBL想用駱駝上前 表示 你趕快出來跟我正面面對 但是C系列人表示 我不要 欸 結果 還是要衝嗎 但是現在C系列人衝上去的話 問題會很大喔 紅塗毒氣已經成型了 夥伴 橙樓有夠坦 3250滴血 超級小城堡 這就是城樓最難產的地方 坦渡始祖 這個城樓真的是要拆很久 好 C系列人這邊是轉出了 非常多的肉 跟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雖然還是維持在30支左右 但這邊已經開打起來 對方交戰 洛洛遊的地址六道裡面 但正面主戰場還是在正前方 蒙古圖祭這邊高打低 射得非常開心 來 直射一隻 享受者就射誰 攻擊速度實在太快 密切實在達出了GG 我們恭喜Mb龍 拿下比賽的設立 哇 最後這一波打得十分精彩 雖然C系列人沒有轉出槍兵 讓他對抗駱駝的能力 大幅下降很多 那如果C系列人 如果能轉出自己的槍兵的話 蒙古圖祭射槍兵的傷害 也不會那麼高 以及安協人戰術是額外增上的效果 算是稍微抵抗而已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Mb龍拿下資源上升力 只有險勝喔 4勝5只有險勝一點點 就知道C系列人的經濟能力 到底是有多好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訂閱 請訂閱 我們下次也不記得 我們下次不記得 我們下次見 eight universities 2019年